在这个案子里面 给我一些关心跟关切 当然是有 甚至叫我不要查的都有 用考试的方式也有 大力监督金华城弊案 有数会自爆被党内关切 更要他顾全大局 周刊报导 这一名长辈 是立委出身的现任党务主管 加上朱立伦系统的色彩明显 才让批克派认为 是党内高层受益 杨指豆发文声援 蓝营的长辈 忧心蓝白合作受阻 这阵子希望大家 少批评柯文哲 但不知道长辈们 看到自家认真监督市政的 议员尤淑慧 继续被白银用不理性的嘴炮 狂轰烂炸时 心中是否会有些心疼 很遗憾看到 有蓝白许多的人士认为 只要能排除 钟小平跟尤淑慧 阿伯就可以从土城走出来 我相信市民对于市议员的期待 就是市议员可以摆脱政党的色彩 好好的去监督市政 周刊接落 从克文哲 卷入金华城弊案遭收押之后 蓝白支持者渴望各自归队 传出蓝银擬出两套蓝白盒剧本 不论柯文哲是否被起诉 都要拿下非绿阵营主导权 此举引发不少蓝银民代反弹 批评总统大选蓝白盒已经破局 不该再复制失败经验 投入选政恐怕限缩蓝银的政治版图及成长空间 失去主导性 蓝银是否持续为克文哲背书 党籍立委和议员宛如多头马车 蓝银立场都牵动 2026 2028 国民党下一步 三立圈告诉我们右肯特报道